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朋友都说我画的明星有一种简约的力量 我希望这个妆别人看见你的时候说 你长得正好看 而不是你画得正好看 等画完了以后就画了个眼线 画了个眉画的口红 这就是我想说的留白 好 我们开始吧 所以我化妆可能比较追求这种特别自然裸透的陶瓷感的这种滴滴 那妆前的护肤特别重要 我对保湿的这种手法就是一定要强保湿 不管你什么样的肤质 保湿都必不可使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打底了 那么我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个新型打底法 随意新型打底法就是说 我们的粉底重心集中了面部中央 其实就是集中在这个新型区域里 那你可以用这个粉底刷 轻轻地以打圈的方法推开 粉底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是特别的厚啊 特别的多 薄薄上了一层以后 这边的痘印轻轻轻地被遮盖 我一般是这样的 我打底呢 我刚开始大概打一个底 然后我就开始画眼妆 打眼妆画差不多 我在修底 底妆到后面会微微地氧化 一般来说会留到所有妆完成之后 再重新再补补到完美补一下的状态 好 我们来画一下眼妆 我习惯的话就是 比如说从睫毛根的眼球中央开始 先用比较少的颜色去铺 那你第一个是加强了眼球中间的这个深度 因为他老觉得自己这个眼睛有点肿 然后让这个颜色慢慢往上淡的时候 第二个位置是美心下方 这个地方呢 连着美貌的眉头可以一起画 画一个类似三角形的区域 然后第三个 其实呢就是往后画 去铺一个更大面积的眼尾的一个大地色 所以你看我都画到美貌到太阳穴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 然后再收笔 让它消失 然后这个打底的颜色最后呢就是下面要需要画 同时强调一下卧蚕下方 就是你整个眼睛扑过来以后呢 其实让它形成一个新的一个眼型的轮廓 对 完整给它衔接过了 对 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加一点点微珠光的这种提亮色 比如加在眼球的中央 你的眼睛鼓一点点 我先用一个深色把你压进去 我再用一个淡淡的浅色微提一点 就去平衡那个所谓的肿的这种程度 就是很多女孩说 哎呀我眼睛有点肿 微珠光是没有问题的 你的脸还是有点宽 所以你的眼睛还是适合往后画的 因为这样的话 你的眼睛跟脸的关系会改善 但是在往后画的同时 一定要往前 这个地方呢先加强 把这个颜色的关系给它做好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眉心下方 连着眉毛可以稍微扫一下 这个点只要加强了 眉眼尖的立体感就加强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眼尾 你这个睫毛根轻轻地平着向后拉长 在结束的位置呢 反向向上画 画到这个眼睛最高点 这个区域之内 就是加深的位置 当你把眼睛整个拉长的时候 感觉全顾也收进去了 然后刷的剩的那一点点 让它过渡一下 就是它每个区域都是明暗明暗明暗关系 这是深的 这是深的 但这个中间是浅的 然后这是深的 这是深的 但中间是浅的 就是你去画的每一笔都是该画的 而不是多余的 就老师说的精准化妆 对 然后我们现在来画那个眼线 没有一条眼线是从头到尾一样粗的 所以你要咬正这条线条的上边缘 非常的光滑流长 你看我现在不停地在加整个眼线 五分之三的位置 处理成最高点 因为好看的眼睛呢 最高点应该是偏中央微微偏厚的地方 你仔细去看 两个眼形已经开始变化 就是这个双眼皮是这样的弧线 我的眼线是这样的弧线 它俩是文美的平行 我自己看你新年的一期节目里面 我觉得别的的话 就是这个眼线在眼球中央的时候 有点粗了 有点粗了以后 会让你的双眼皮的宽度 在这个地方有一点打折 有点打折 等我们装整个完了以后 你觉得眼影不见 一个是被吸收了一部分 同时你把别的地方全铺上来 比如眉毛也加强了 三红加强 红加强 这个眼影变得很淡 就想老师帮我设计一个适合我的中式眉型 应该 对啊 陈老师 他的眉型 而且我们是发现它是近几年以来是越来越美了 老师是不是在眉毛上也做了一点不一样的功夫 我感觉 眉毛我认为是中国妆里面最有核心的一点 因为你会发现你当你眉毛比较淡的时候 好像人整个没有气势 我画眉毛就是比较注重弧线和直线的结合 正常情况下眉头应该在内眼角向下延长线上 那由于她们眼距会宽一点点 所以我们的眉毛要往前走一点点 那眉峰的位置到底在哪呢 由于你先画了眼睛以后 你的眼睛是不是被拉长了 所以你正常的眉峰应该是偏厚的一个位置 根据妆厚的眼睛来定 然后呢 中国女孩眉毛就是眉头略淡 眉尾略深 整个眉毛的走向是微微向上 注意是微微向上 不是使劲向上 因为微微向上的程度取决于你的脸型 如果你脸型偏长 那你建议这个弧度就稍微的平缓一些 如果你的脸偏短 偏圆 注意这个弧线可以微微的扬起来多一点 所以所有的平衡都在于你对自己的观察 然后呢 加强了中间以后往前带 注意了 我们要转折啊 定完这个眉峰以后呢 后面的部分其实是平着往后 拉长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所以合适的位置就是 一般是鼻翼外脸角的延长线 但事实上这个不是绝对的 当你想大气的时候 眉毛可以画长一点 当你想年轻可爱的时候 眉毛可以画短一点 今天也在问我说 我能不能画弧线形 其实画属弧线形你就很柔美 但我觉得它不是最适合你的 最适合你的 像我说的刚柔病剂 就在这一个点上的体现 就是一旦把眉峰给它勾出来 你在这个地方强调了角度 你就增加了力量 用弧线你就增加了柔美 所以太有棱角的女孩 适合在眉峰上面做一些弧线的处理 刚柔病剂是你需要自己平衡的 比如说我拍爱乐杂志 爱乐杂志是一个非常松弛的生活化的眉 所以我会把眉毛画得稍微淡一点 但如果拍Vogue 然后我需要那种特别强势 特别有力量 我可能把眉毛画成像碳一样黑 有一次我画一个特别聪明的眉毛 汪峰过来跟我说 你怎么了 后来等拍完照片以后 发现挺合适的 所以汪峰老师也是会去探班的是吗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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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中国妆容里面对于美貌规划的干净利索 不拖泥带水 边缘很清楚 然后有些人说到底是上边缘虚还是下边缘虚 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眉眼间的间距 刻画比如放在下边的时候 你眉眼间就会走近 那比较适合眉眼间去宽的人 然后如果说你眉眼间去近 你把上边缘可以刻画得实一点 像我们一趟特别完美 就是上边缘也虚一点 下面也虚一点 其实所有的细节呢 都是在帮你去表现你的特质 因为你的边缘越实 你就越狠 它的那个美貌的力量感就越强 但是如果你虚一点呢 你的揉眉感就强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平衡嘛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 我眼中的中国妆容 其实就是刚柔并济的一个平衡 嗯 紫衣老师她参加那个综艺的时候 是您给 自己的妆面吗 都有 她就说她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她整个人看起来像她发光 又觉得妆不重 而且很有少女感 一会儿那个 我就给你处理底妆的时候 就告诉你怎么发光 我现在要抛光 用一点点粉底 因为这个时候粉底基本上 吸得差不多了 跟你皮肤都吃进去了 这个手法呢 很重要 分镜头就是 压蹭压蹭 原理就是擦皮鞋 就是擦皮鞋 它要有速度去配合 你感受一下那个力量 你感受得好 我都不爱说话 泡完刮以后你的脸上那种光泽感 你就像自己就容光焕发的感觉 发光了 我这边脸发光了 然后赶紧定妆 然后像一趟这种脸呢 就是有痘印的人 因为不太适合刷 基本是轻压 然后通过你力量控制 让边缘稍微的虚化一些 这个笑起来的时候 最古的地方微微向上的位置 顺势 带了眼周 一般来讲 粉色腮红靠前画会年轻 然后把橘色腮红 画在颧骨和团色腮红 微微向下的地方 这个地方帮它制造一个腮红的阴影 暗影方面我画的是三次修容 第一个三呢 就是从颧骨微微向上的地方 这个三凹陷的地方 是我们的颧弓下线的 刚才画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回去以后呢 画夏合园 其实我在画女明星的化妆里面 这个修容画的都是比较淡的 你知道刘亦菲小的时候 被叫老包子吗 知道 看前肉毒毒的很可爱 对 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 我也没有给她实际化修容 因为那个时候她年龄小嘛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那是她的特点 她的圆润就代表年轻可爱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顺势而为 就保留她那个 是她青春兮兮的一个象征 就是你为了让她下面坚硬一点 这个凹角 过度自然一点 就是都是似有若无的 把这个腮红暗逸整个的过度一下 它整个就很均匀 豆叶女孩也是 不要使劲刷她 就是拿一个高光压在 画腮红的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光感就出来了 我其实特别想问汤一个问题 就是汤很有意思 就是来邀请我化妆的时候 就跟我讲一个什么 哦 圆脸有豆叶什么 眼距宽的女孩该怎么化妆 对 我是代表了我的心声 我特别想问你是 你觉得你的优点是什么 我好像经常看到自己缺点 我很少看到自己的优点 嗯 就是你代表很多 我身边的女孩也是这样的 基本上冲过来都问我说 哎 汤老师你看我这不好我那不好 但是我觉得我们化妆师真的是 很多时候都是先去发现你的优点 然后去想怎么把你的优点 尽量体现在大家面前 我们都叫阳长臂短嘛 对吧 你一定要先学会阳长 我觉得这是我今天特别想跟你说的 我觉得在你的脸上 你的唇真的是给你加分的 嗯 其实眼妆的浓度啊什么 很多时候比如说就是这样 它有一点的 然后通过唇部的颜色调整 来表现你或柔或浓烈的这种质感 配上一个相对淡一点的唇 也就是一个自然的妆感 中国妆比较注重红唇 然后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 它们这种唇风略尖 但是整个嘴是一个笑嘴 对 把这个嘴角再加高一点 现在给你精心地化这个唇妆 基本上是拍封面的时候会这么认真 因为拍封面的时候照片是被固定的 它比视频其实更容易展现出毛病 所以就是需要特别的精致和准确 那我就叫做精准化妆 大体上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跟你刚才化妆比 可能有一些不同 第一我是把眼妆腮红的这种 红的这种程度降低了 这样的话它红的比较自然 精气神还是在的 所以它的简约感是要靠少完成的 现在看我这个距离 我看不出眼妆到底有多少 它像我的脸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形状 所以我觉得就是分寸 因为有的时候像大家有时候 往红妆往红妆 其实我发现就是它的化妆手段 其实跟我没有太大差别 但是浓度不一样 比如说每个部分它都化出来了 那我说的这个留白就没有了 我觉得高级的妆容就是 但是等化完以后 你觉得我好像就化了个眼妆 化妆没有化了口红 完了 这就是我想说的那个 留白化妆的一个要点 但是就没有了 但是我可以看你 然后我们熟悉了口红妆 也有时候 你都化了口红妆 我还是在喝酒 你能吃得到好吗 但是我重新感觉 Baby, why'd you go away? I'm still your girl Holding on too tight Head up in the clouds Heaven only knows where you are now